武则天可谓是中国古代最有志向的女人,14岁起,便奉唐太宗李世民的旨意进宫,被封为武才人,可是,吸引李世民的,并不是武则天的娇媚或美貌,反倒是她的刚烈和狠辣,她,驯服猎马,古醉,王皇后,登上地位,手段和谋略让人们惊叹,那么,她怀孕无法释起,亲眼看到姐姐爬上龙床后,她是如何做的,她还做了哪些狠毒的事? 这里是小豆芝历史,订阅我,小豆芝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,壮见奸情,永辉年间的一天,怀孕的皇后五妹娘照例前往太极宫,给自己的丈夫李世请安,怎料,五妹娘进入太极宫,没见到李世,却一眼看见自己的姐姐武顺,武顺此时脸色飞红,衣衫不整,武妹娘自幼聪明机敏,立刻反应过来,武顺趁着自己怀孕, 无法侍奉李治的时机,趁虚而入,上了李治的龙床,面对背叛的武则天十分镇定,他走到武顺面前,以妹妹的身份向武顺行礼,随后用皇后的威严说了六个字,你离死不远了,随末唐初,唐朝建立之时,李世民率兵四处征战,凡出战,比身先士卒,就连这样勇武的武将皇帝,都被武则天的话震撼, 可知武则天必不是泛泛之辈,果然,当李世民驾崩,武则天与赶夜寺出家后,唐高宗李治竟然愿意违背朝中大臣储岁良,和自己舅舅长孙无忌的意见,强行接武妹娘回宫,扳倒王皇后, 回到皇宫之后,武妹娘先联合王皇后,将两人的情敌萧淑妃废除,此时,皇宫内便只剩下武妹娘和王皇后两大势力,武妹娘知道,王皇后出生贵族,又是李世民亲自给李治指定的婚姻,同时又有朝中大臣支持,必然根基牢固,贸然和王皇后对抗,无异于浮游汉术,但武妹娘是怎么做的呢? 他先是收买宫中的太监,宫女,让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人成为自己的死忠,接着,他又做了一件令人汗毛倒立的事,一天,王皇后前来看望刚刚分娩的武则天,等王皇后离开后,武则天就亲手捂死了自己刚刚生下的女儿,安顶斯公主,在李治面前,武则天又如一个小女人般楚楚可怜,哭诉王皇后残忍杀害自己的骨肉,最后,王皇后被武则天搬倒, 武则天顺利坐上皇后之位,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,武则天甚至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能够不顾,那当他的姐姐武顺爬上唐高宗的龙床时,武则天又怎会不出手铲除,因此,面对武顺时,武则天才会以如此的姿态说出这句狠辣的话,你离死不远了。 然而,在家人呵护下成长的武顺,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妹妹是一个如何狠立的角色。 唐高宗的龙床,武顺照上不误,更惊人的是,武顺的女儿,武则天的外甥女,也被武顺送到李治的龙床上。 武顺的种种举动,早被皇宫内的太监宫女看得一清二楚。 仆人们将一切告知武则天,毫无疑问,这强烈地激发了武则天的领地意识。 武则天经历残酷的政治斗争,才从赶叶寺重回皇宫,才从一个小小的昭仪,一步一步成为大唐王朝的皇后,武则天敏锐地发现自己有了新的敌人。 武则天必须要像铲除王皇后,萧淑菲那样做出决定,只是这次的敌人不同,不是外人,而是武则天的亲姐姐,但对武则天而言, 即使是亲姐姐,也绝不能阻拦自己,铲除姐姐武顺。 苦于没有好机会,武则天一直没能铲除武顺。 但在朝堂之上,武则天一步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势力。 终于,到了公元665年,唐高宗李治决定率百官文武,外国使节前往泰山风扇,此时京城空虚,武则天自知等来了机会。 当地后,朝中大臣都在泰山时,京城悄无声息地发生了一件事,韩国夫人武顺的女儿魏国夫人去世。 等到唐高宗泰山风扇完毕,从泰山返回长安城时,又发生了一件事,魏国夫人的母亲,当今皇后的姐姐韩国夫人去世。 没人知道韩国夫人是如何去世,但史书记载,韩国夫人死后,武则天十分怀念这个和自己关系良好,感情深重的同母姐姐,于是亲自下令给自己的姐姐追封为郑国夫人。 在古代,郑国夫人的地位要高于韩国夫人。 至此,历经多年,武则天当年对武顺所说的话终于实现。 面对自己前进道路上的敌人,武则天唯一需要做的便是铲除,即使是自己的亲人也不例外。 有没有掐死自己亲女儿? 俗话说,虎独不食子,看过自治通鉴的人都知道,武妹娘曾经杀掉自己的女儿来嫁祸于王皇后。 史书上是这样说的,昭仪生女,后就故弄,去,昭仪前婢而亲下,四弟至,扬为欢言,发亲事,死矣,又经问左右,接约,后世来,昭仪即悲涕,地不能查,怒约,后杀五女,亡与非相缠冒,金幼而邪,由是昭仪得入其资,后无以自己,而地狱信爱,时有废后义。 如此,武妹娘杀女儿便做事。 那么,武则天到底有没有掐死自己亲女儿? 答案是否定的。 其一,武妹娘有没有机会? 据史料记载,唐高宗非常疼爱这个女儿,既然如此,小公主身边肯定会有好多人伺候。 哪里像过家家一样,小公主身边没有丫头或奶妈? 其二,武妹娘到底有什么超级武功? 武妹娘要想在王皇后离开时下手,下完手还要迅速地逃离现场。 既然武妹娘自己没有公布这一重大新闻,这又是谁知道的? 其三,假设有宫女参与,这个宫女又是谁? 她如何敢披露杀人不眨眼的武妹娘的丑闻? 难道她不怕武妹娘报复? 既然武妹娘连自己亲生女儿都不放过,这个宫女又是如何逃脱的呢? 其四,武妹娘杀死女儿的动机是什么? 仅仅是嫁祸于王皇后。 事实上,当时唐高宗早已对王皇后没有兴趣,王皇后在武妹娘二次入宫之前就已失宠,对武妹娘早已构不成威胁。 凭着高宗对妹娘的喜爱,要想扳倒王皇后,那是一如反掌的事,何必再铤而走险,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? 武妹娘并没有杀掉自己的亲生女儿,从她的死对头路宾王的陶武赵熙王中也可以看出,当年路宾王对武妹娘极度丑话,说她杀死徒兄,是君振母,就是没有说她杀死自己亲生女儿,如果武妹娘真的做过这件事,哪怕是谣传。 路宾王还不大说特殊,为何还要给她留点面子? 现在看看唐高宗为何要废掉王皇后,主要是王皇后身后站着的,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掌权派,这些人对于唐高宗即位,往往以功臣自居,太不把软弱的唐高宗当一回事,高宗为了收回权柄,便和武妹娘一起,把这些权臣扳倒。 武妹娘也通过此事,为自己近身上位找了一个梯子,因此,武妹娘杀死自己亲生女儿,图属子虚乌有,历史上之所以这样记载,主要是武妹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,男权社会的爷们当然要丑化她。 妖魔化她,也主要是突出武妹娘的极端残暴与自私。 历史早已被掩埋在无边的岁月中,至于那些年,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情,我们无从揭晓,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, 保持一颗公正的心,静静地做一个旁观者,去感受那些早已远世的血与腥风。 被抹黑的原因,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的女皇帝,也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, 终年82岁,掌权期间任人为贤,尚成贞观之志,下起开源盛世的政绩,足以体现其雄才大略,14岁时就入后宫成为唐太宗的才人。 并被伺候妩媚,天下美女众多,为何武则天能被唐太宗看上,仅仅是因为他长得漂亮吗? 无庸置疑的是,武则天肯定是姿色过人,否则绝不能先后迷倒大唐的两位皇帝, 但这并不是他得宠的唯一原因,显赫的家庭背景,也是非常关键的原因,却几乎不被人所知。 武则天父亲武士约,堪称晋商的鼻祖,隋朝末年,武士约靠贩卖木材,成为当时的顶级富豪,武士约绝不仅是以致富为目的的普通商人,他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。 隋朝末年,由于隋阳帝杨广的残暴统治。 各地先后爆发了反随起义,武士约看到了机会,经过认真的考虑,投到了太原留守李渊的账下,很快成为李渊的亲信。 之后,武士约因劝李渊起兵,作为顶级富豪的武士约,为李渊筹集了大量金钱和物资。 唐朝建立后,武士约成为唐朝开国功臣,其当初的投资也获得了极大的回报。 之后,李渊对支持他起兵的功臣大家封赏,武士约为二级功臣,并给予他以犯罪免死的优待。 武士约虽无战功,却在唐朝建立过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,其贡献绝不亚于秦书宝、程咬金等战将。 官制公布上书,从一个富商,完美变身为朝廷重臣,家世极为显赫,这都归功于他的投资眼光。 公元635年,59岁的武士获病逝,唐太宗十分伤心,命宾州大都督理事主办丧事,之后,唐太宗对武家格外照顾,在武则天14岁时,已长成亭亭玉丽的美女,就把他纳入后宫。 这也是武则天成为一代女皇最为关键的一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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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